哈囉大家好我是台狼 今天是貓咪Runtour 就是我的三隻貓咪的家 我養的三隻貓咪 一隻是晚貴人 這是我原本的貓咪 第二隻是波卡 是老公的貓咪 你哥咬我 第三隻是如意 我跟老公在一起 只有一起領養的貓咪 以前我跟老公 我們都是住套房 他們一直跟我們住在 比較小的空間裡面 所以呢 我的夢想就是 可以蓋一個很適合 讓他們住得很開心的家 所以呢 當我自己設計 我現在住的這棟房子的時候呢 我就決定把我的房間 以貓咪為考量去設計 所以今天就是要來帶大家看 他們的房子 首先第一個空間是 這個層架 跟我現在做的這個平台 因為這個地方呢 本來就是我設計來做的午睡床 然後呢 也是希望可以讓貓咪 就是看風景的地方 他們平常是真的會 坐在這邊 然後看窗外的風景 因為我們以前住在套房的時候 他們都曬不到太陽 所以我這一大的夢想就是 希望他們可以 沐浴在陽光下 然後可以看下面的人 然後又讓他們非常的安心 然後呢 我想要特別講一下波卡 因為波卡其實也是 這被遺棄的流浪貓 非常非常敏感 只要任何人靠近他 他就會躲起來 可是呢 我發現他會趁沒有人的時候 爬到老公的窗戶上面 坐在那個狹小的窗台看風景 所以呢 我就裝了一個這麼大的落地窗 讓他們可以在這邊安心的看 底下的人 天空的鳥 而且事實證明 他們真的 花非常多時間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每一個城板呢 也是他們休息的空間 就是他們都會躲在裡面休息 好 然後接下來拍這裡 啊 Ruie 這個是宜得利的暖桌 說你要進去嗎 這個是宜得利的暖桌 然後是我有一年的冬天 在這裡用電腦 結果我發現 如意超級喜歡這張暖桌 他就會直接躲在那個暖桌了 後來我就發現一年四季 你都可以在裡面找到如意 因為如意有點把它當成 自己的小洞穴 好那接下來呢 要看一個空間 然後因為就是養貓嘛 所以就會有很多貓毛 所以我就是會把衣服 收納在裡面 其實必沒有貓毛 但是波卡是一個聰明到不行的貓 有一陣子我都找不到波卡 後來我發現波卡自己 把這裡變成他的窩 不知道他怎麼翹開 然後他可以躲進去裡面 然後我就時常看到 他從裡面突然跳出來 或者是回家的時候 我的衣服就長這樣 所以呢 最後我就留了兩件沒有再穿的衣服給他 反正這個房間就是他們的 他們想要哪裡就給他 然後再來看到這裡有個網子 這個就不是監禁室 這個其實是晚貴人的吃飯空間 比較follow我的人就會知道 晚貴人他其實有生病 但是因為呢我們就是耐心的治療之下 就是他現在已經漸漸的在恢復健康 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真的完全不吃飯 醫生說一定要看著他吃飯 然後因為我們有時候 就會弄比較香比較好吃的東西 給晚貫吃 但是波卡跟如意就會非常非常想吃晚貫的東西 所以呢不得已 我們只好讓晚貫吃飯的時候呢 是關在裡面 可是沒辦法 他就是耐福 是要用心耐心的照顧他 再來是看如意的家 如意的家是這個上下鋪 因為他非常喜歡站在高處 他最喜歡站在這裡 以及上面 上去了 這是我們的收納區 就是我們收納一些衣服啊 或是行李箱的地方 然後他就是會站在最高的地方 然後在那邊看我們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非常可愛的東西就是這個毯子 這個毯子是 某一年後拉的那個蠻兒子 然後反正我就把他放在那邊沒在趕嘛 自從我領養了如意 然後有一天 我就發現如意 窩在這個毯子裡面 然後不管這條毯子到哪 他就到哪 因為那時候我領養了如意的時候 然後如意才一個月 他居然在吸這個毯子 就是這樣一直把它吸得濕濕的 我就整個哭出來 我就覺得天啊 如意是不是想他媽 然後我就決定我們要更愛他 反正whatever 這條毯子就是如意專屬 然後呢再來是這裡 然後你自己到你家了 這裡是波卡的家 下鋪呢 就是波卡都會待在這個位置 原則上他就是會整天像這樣 然後一直叫 一直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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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包在叫什麼 然後呢 這個也是為波卡跟如意設計 因為他們 非常非常愛抓東西 這在IKEA買的 很方便 你可以弄在桌腳啊 椅腳啊 或是床腳這樣子 然後 婉婉的話 基本上會待在這裡 就是我們的床 棉被的最蓬鬆的地方 就是婉婉會待 因為婉婉很喜歡軟的東西 尤其是這一條床柱 這是響仔的法蘭蓉系列 我跟你們說 婉婉超級喜歡法蘭蓉 我們只要一換法蘭蓉 他就會立刻過來 然後這樣 一直踏 交給大家這個小PayPal 就是你買一些這種法蘭蓉啊 軟軟的啊 或是跟貓的毛色相近的東西 都很有可能會吸引到他們 我覺得啦 再來是 他們三隻的喝水粗 你如果沒有可以先抽看一下 我用過各種喝水的 然後也買那種很貴的 我跟你講他們都不喝 然後他們愛喝馬克杯裡面的水 所以後來發現他們好像喜歡有深度的東西 就是他們喜歡用手去撈水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有一個這個花盆 試試看看這個 然後加水足香在用的那種過濾器 因為不然水放太久會變死水 裡面會有一個噁心的東西 他們真的會喝 讚 這個成本兩百多塊而已 超便宜 你們可以用這一招 然後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功能 進 就是這個 這個是貓門 這個是我在蝦皮上面買的 它就是在你的木頭門上面打一個洞 我請木工幫我打洞 幹嘛 我請木工幫我打洞 然後就是裝上去 你要幹嘛 然後他們就可以在我晚上門關起來的時候 自由穿梭 但我發現一件事就是 因為它是可以鎖的 然後 晚上會去把它鎖起來 不讓其他貓進來 而且這件事情發生不止一次 甚至如意剛來的時候 晚安要給它下馬尾 晚安就會站在門口 然後如意要進來 晚安就會 一直擋那個貓門 看起來這個白雷花 其實這個 健身就是腳強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玄關 我當初呢 就是有設計了一個這個 跳台 這個玄關呢 出去就是我們的公共空間嘛 就是廚房啊什麼的 一進來之後是我們家 所以呢 我想要讓他們也看得到外面 可是又不會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就設計了這個跳台 然後他們呢 就可以從那個觀景窗 讓外面的人不進來 也可以直接看到它 自從裝了這個東西之後 波卡就是完全都會在這裡接客 我覺得好感動 你知道 就是波卡 感覺它是很安全感的 所以這個跳台呢 然後加上這個是他們的舊跳台 娃娃有時候會在這裡休息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外出籠 他也會在裡面休息 然後呢 再來就是這個廁所 他們一部單機在廁所籠上 但是呢 這個廁所 讚讚讚 這個廁所呢 是我 給一個竹科工程師買的 也是一個貓奴 然後他本身就是在 蝦皮上面賣這個東西 這個廁所很棒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家的 就它本來的話是沒有 可是因為波卡會直接衝出來 就它可以這樣子在裡面走來走去 然後沙子會掉在裡面 然後它的貓沙就是放在裡面這樣子 它這樣子其實可以減少 大多數的貓沙跑出來 當然還是難以 但我真的覺得這東西超棒 而且他們就是很愛在裡面玩 再來 你吃完了 哇他把飼料吃完了耶 讚讚讚 乖孩子 再來呢 這裡是放飼料的層架 那麼呢 這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金主爸爸 謝謝法國皇家 這兩款飼料就是波卡如意 還有娃娃 他們三個平常在吃的飼料 首先呢 第一款是室內成貓專用飼料 那麼它是專門為 室內貓設計的蛋白質與纖維 能夠減少變量跟變臭 熱量跟脂肪比也比較適合活動量低的室內貓 然後呢 透過礦物質的平衡 它也有助於維持它們泌尿道的系統健康 那麼這款加強化毛成貓專用飼料呢 就是可以加強化毛的配方式 它們化毛效果更好 以及使用了特別設計的膳食纖維組合 來維持它們腸道的健康 主要就是因為 彎彎跟乳翼的毛都是長毛 所以即便波卡不是長毛毛 它也會always瘋狂在吐毛 然後吐出白色的毛 所以我就想說它應該也是非常困擾 所以呢 除了吃室內貓的私料以外就是化毛這樣子 波卡已經十幾歲了 它以前蠻胖的 因為老公以前就是工作很忙 所以就是東西餵了就出門 所以波卡有時候都吃很多 所以我們剛接手波卡的時候 波卡很胖 然後現在我就會嚴格控它們吃飯的數量 而且可能加上我們家的樓梯可以讓它跑來跑去 我是覺得波卡 好可愛 你今天到底在幹嘛 你今天怎麼那麼可愛 如意的話就是不用說了 因為如意其實是我們的第三隻貓 除了它眼睛的那個傷問題真的很難解決以外 醫生說如意就是一個 健康到不行的健康寶寶 波卡也是 所以呢 我們最要費心思的就是晚貴人 因為晚貴人就是先天身體條件比較差 醫生說最重要的其實不是吃藥治療 而是他平常生活的管理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花非常多的時間 跟心思在照顧他 我覺得他有在回應我們的心思 他現在變得很願意吃飯 然後呢 我想要推薦的就是這個東西 室內貓濕良 他就是比較軟 因為王丸會吃飯 可是王丸吃的速度極慢無比 然後加上王丸 不知道為什麼一個飼料 要咬十幾口 甚至咬咬咬咬咬 咬半天然後就掉出來 所以後來呢 我就讓王丸吃軟的東西 一包我大概會分給三隻吃 剛好今天他們還沒吃 我就來為大家吃吧 吃飯囉 吃飯囉 來吃飯囉 王丸可以來吃囉 吃飯囉 王丸來吃飯囉 王丸也吃飯 哎呦你真的來吃飯了 好沒錯 因為呢就是我們是有使用那個 自動衛食器 我個人蠻推薦自動衛食器 因為它可以讓你設定時間 然後定時定量 然後你也可以錄你的聲音在裡面 是 但你的貓感覺你就在他的身邊 因為以前我老公就是 上半時間不固定 然後他都會波卡吵 他就給波卡東西吃 所以就導致波卡其實飲食很不正常 這樣就會造成肥胖的問題 可是你們看現在波卡 他屁股大歸大 他的肚子是不會掉下來的 醫生檢查他就說他非常的健康 瘦身有成 所以我們的量大概是一天兩次 這個量是給三隻貓吃的量 然後我們還會再搭配一餐的濕食 因為像濕食他比較軟 所以其實他們比較好吃 而且濕食也比較香 所以他們就是非常的愛吃 再來就是補充水分 因為大多數的貓咪真的都不太愛喝水 濕食也是可以幫助他們攝取水分 然後呢 法國皇家他們就是也有 針對各式各樣的貓咪 你要下去你不陪我一下嗎 針對各式各樣的貓咪 就是有推出不同的飼料 你們真的可以去看 真的是很細 都是從幼小的貓咪到年老的貓咪 甚至生病的貓咪 他們也有推出處方飼料 但處方飼料就是要搭配醫生的建議 那我想講一下 為什麼會選法國皇家 因為呢 他們的品質穩定又安全 選擇了對寵物健康有益的成分 並且採購了鄰近的原料 不但支持了當地的經濟 也確保新鮮度 還可以減少碳足跡 而且法國皇家的所有原物料進口 都會經過分析且保存兩年 這樣子在這些產品販售期間 我們可以去追蹤到 每一種原物料的產地 法國皇家採取嚴格的標準 來篩選原料供應商 以確保食物的營養價值 生產品質 履歷追蹤 和環保永續性皆符合標準 給他們吃過非常非常多種飼料 然後我每次給他們吃飼料 我都會拿去問醫生 或者是上網怕問 那當然每一款飼料 都有每個人不同的看法 但是醫生給了我一個 超級重要的一個觀念 醫生說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貓咪願意吃 因為如果他不願意吃 再昂貴 再好的飼料 他只要沒有吃到肚子裡面去 那那個飼料就是沒有用的東西 然後也希望如果養貓咪的人 你們的貓咪都可以健健康康 快快樂樂的 你要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在這邊也跟大家很多 關心晚貴人身體健康的人 就是說好消息 就是玩完現在 身體有變得比較健康了 然後我們會繼續努力 讓他更健康 好啦那以上就是 今天的貓咪Room Tour 以及感謝法國皇家的贊助 這支影片 那麼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留言 按讚分享 並且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所以他們也不會 那個攝取過多 請拍我好嗎 他還在吃 你還在吃 你最愛吃 掰掰 我來幫忙 我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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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會 我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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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到 我來吃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